这个屏幕把我怎么照的这么胖 我平时照镜子没有这么胖的 是镜子在演我还是屏幕在演我 出这个视频是因为我做了一个人生的重大抉择 2017年的时候我做僵尸至尊 在片尾放了一个关于住连租房的视频 当时我7岁到18岁住的那个小破房拆除了 以前我和我爸住的是公家的房子 比较破旧的那种 差不多是市面漏风 然后木头还有泥 还有那种青砖结构 非常的破旧 四面漏风 后来拆除以后 政府要给我们这些被拆的居民 一个可以住的地方 原先是另外一个小区 后来那个小区设备不好 居民都在投诉 说这个小区不好 然后我们就换到这边紫金花城来了 所以我现在住的是紫金花城的房子 当时我爸跟我说叫我早点回来 然后叫我结婚 家庭人口多一些的话 就可以分大一点的房子 但是我回来以后才知道 房子早就分好了 我估计他是怕我结不了婚之类的 他这么做应该不是为了急着抱孙子 因为他对他的孙子非常的差劲 然后我就负责装修 因为整个家里只有我能拿出装修的钱 而且我爸平时做人 不怎么好 基本上认识他人都不太喜欢他 所以他只能从我这里拿钱 然后我装修前前后后大概花了20多万 包括电器 还有一些生活用品 认识我爸的10个人里面 至少有11个讨厌他 因为其中有一个人有双重人格 光明与黑暗人格都讨厌我爸 就我爸已经到了那种程度了 当然这只是开玩笑 其实实际上也差不了多少 以前小时候发现那个理发店的顾客都认识 我以为是他什么名气很大 很有名之类的 后来发现他是做人不太好出名了 最近这段时间 也不是这段时间吧 这两年亲戚就一直各种明示暗示叫我买房 买个属于自己的房子 虽然我现在住了连租房以后 住了住满六年 你可以自己花钱买回来 价格是初始价格 但这个房子始终不是我名下 是我爸的房子 我装的修 所以可以让我住个几年吧 我爸现在在外面租房子 如果他搬过来的话 这个房子是可以住 但我老婆确实是不喜欢我爸 因为我爸在做人方面 真的是有很多不好的地方 有时候我真想出一个吐槽视频 讲讲我爸是平时是怎么对待我们的 随便说两个 比如说我妻子怀孕期间就挺了个大肚子的时候 好像是什么有什么东西要搬 我就说出钱 然后我爸跟我老婆去了以后 我爸既然就叫我老婆搬 还有一件就是 我儿子出生以后不是要医院要做各种体检吗 然后医生告诉我们 我儿子芒果还有草莓是不能吃的 他对这两个水果过敏 我爸平时要么不给我买东西 要买就买草莓跟芒果 他说医生说的话不一定是真的 不如自己亲自试验一下 当时我儿子出生以后 我丈母娘不是到我们这边来了一年多吗 他在来之前还劝我老婆说 老一辈和我们这辈思想有些不一样 互相理解 然后我丈母娘来到这里 只一个星期 他就讨厌我爸了 就这么夸张 我丈母娘脾气非常好的一个人 还来到这里 跟我爸短暂的接触过几次 就很讨厌了 我爸就已经到了那种程度 一开始我老婆还没对我说 次数多了以后 他就忍不住跟我说了嘛 然后我就说 我爸如果住进来的话 我们就搬出去 不能让你受到委屈 当然是这样说的 所以我爸一直都没有搬进来 但是现在的话 星期一直是劝我们 把这个房子让给原来原本的主人 我老婆也觉得 他是广西的嘛 到我们这里来 无亲无故的 他也想吃个定性丸之类的嘛 就想有一个房子 有我们两个名字 有保证一些 他怕我以后什么 对他不好啊 到时候回去的话 又要被村里的人笑 我听他这样说 是肯定要给他买的 再怎么样要买 但是这个买房的副本 也太难刷了 我不知道是什么人策划的 我这么多年拼尽全力的干 只能勉强付个首付 我们这还是五四五线城市 四线末尾 五线开头的这种城市 再往后退 就城乡结合部了 这种城市 我还是选择城市边缘 也不是市中心的什么繁华地段了 这房子怎么可以 跪成这个样子 这种副本是给谁设计的呀 我去买房的时候 我要打听一下 大部分的人都是靠自己的长辈 这辈子的毕生积蓄 甚至棺材本拿出来买 我这样的还算是比较 能自己师父首付的 还算是比较厉害的 房价跪成这样的 那是给鬼买的呀 但没办法 还是买个的 给我老婆一个家嘛 给他一个真正属于他的家 今年不是因为疫情 房价降低了吗 这还是在降低的情况下 我们现在所在的紫金花城 我记得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 都涨了快9000了 哇这种偏眼地区 你涨到9000 然后今年是我看到降低了吗 降到一定的限度了 我才打算买一个的 我现在是差不多6000块买的 现在不买的话 我怕我要再过20年30年 才能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 所以现在我可能要在那个视频里面 求点赞 放心吧 其他的不需要 就求个点赞就行了 以前是属于无所谓嘛 因为赚的已经可以了 无所谓 但现在我感觉太难了 就说到这里了 我是奥雷 咱们下期再见